昨天說到通天教主的座忌,龍虎運, 摸著一把劉金黨,向著雲中道人殺過來。 雲中道人見到他來勢這麼兇猛, 立刻退後了三步,指著他說, 哈哈,你都不找鏡子來照照自己! 你看看你,你是一隻畜生來的! 哎呀,你居然這麼浪費你老爺,激死我! 龍虎運,大喊了一聲, 在鼻子上噴了兩層煙出來。 哎呀,真可憐! 這兩層煙又生又醜, 雲中道人,他一聞到, 當堂喉門心藝,在台上滾下來。 幸好廣城道人在台下接著他。 各位,神仙是最怕聞到 那些髒髒、臭髒、臭髒、臭髒的味道。 連文齒、文美兩位真人, 一時都不知道怎麼對付他好。 鐵拐你就說, 等我來收他。 眾人一看, 只見鐵拐你捉住那條拐掌, 一腳高就一腳低地走上台。 鐵拐你打開那個葫蘆, 口中念念有詞。 即時,一陣清香在葫蘆裡飄了出來, 那些腥臭味當堂沒有了。 通天教主要怕自己的座忌吃虧, 立刻用咒語召了他回來身邊, 接著又召了好幾個神章來保護龍虎運。 鐵拐你指著那幫神章說, 喂! 哲教是邪教外道來的。 你們為什麼要聽他的命令? 有個神章就說, 哦! 我們只是聽符咒而已。 不知道是誰召來的。 法師既然這樣說, 我們告辭吧。 神章一走, 鐵拐你不理三七二十一, 一劍將龍虎運斬開兩絕, 嘿呀! 眾人一望, 那些血是綠色的。 那陣香臭味, 嘿呀! 比剛才更厲害。 幸好鐵拐你早有防備。 他一劍斬下去之後, 立刻就跳到台下了。 這個時候, 通天教主見到自己這邊損失了幾元大將, 如果自己不出手, 就一定輸了。 只見他和獨國大師站在台上, 他大聲說, 賊妖道居然這麼無禮, 本來我是想給你們一點免, 怎知你們出手這麼狠, 那就別怪我不講交情了。 只見他伸出兩隻手, 口中唸唸有詞, 跟著像殺魚網一樣, 喝聲, 嘿呀! 十時之間, 只見天分地暗, 一點光都沒有。 各位, 正說通天教主殺的是最厲害的法寶, 叫做諸仙網。 這個網雖然有形無質, 但無論哪個神仙被他網住, 哼, 不想只能走, 還不單止這樣, 被他網住了那些神仙, 就好像被針刺一樣, 被繩綁住一樣, 十二個時辰之內, 就會化成血水的了。 那現在通天教主網住了那些神仙之後, 就馬上叫旁征合在旁壳, 再貼上符走, 以防網中的神仙走掉。 他自己呢, 就帶了幾個徒弟, 坐在旁宮外面, 守住了, 防備老軍祖師來救人。 只要過了十二個時辰, 等裡面那些神仙又化了血水, 這樣就一定贏了。 好了, 放下通天教主這邊不講字, 現在先講講裡面那些神仙如何。 文似文美真人, 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樣被通天教主網住了。 甚至是連他使什麼法術都不知道, 污垮垮, 只是覺得好像又在一間軟軟軟的房間裡面, 你迫我, 我迫你那樣。 過了一會兒, 又覺得有很多針插著自己, 道行高深一點的, 就不覺得怎樣。 就好像通圍、張果、 飛飛癲癲癲他們, 就辛苦了, 痛到啞啞聲。 鐵拐就安慰他們說, 痛都要忍住一下, 不用怕, 祖師會來救我們的。 文似真人突然醒起來說, 嘿, 你師弟, 你那個狐腦裡面不是別有天地的嗎? 為什麼我們不進去避一避呀? 鐵拐你說, 嘿嘿, 沒錯沒錯, 唉, 連我都懵了。 於是他立刻揭開葫蘆蓋, 即時有一線光在葫蘆口射了出來, 大家就一個跟一個, 爛了入去葫蘆裡面。 嘩, 一進去, 裡面光橙橙的, 地方都不知道多大, 再進一層, 裡面什麼陳設都有。 啊, 啊, 韓國人舒服了。 通衛就問了, 欸, 師叔呀, 我們在葫蘆都出去, 行不行嗎? 鐵拐你說, 不行的, 出了葫蘆就是通天教主的網來的嘛。 啊, 大家一聽, 唉, 都有點失望了。 好在進來之後, 不用受針刺的痛苦。 本來受了傷的, 現在進來之後都康復了, 唯有就在這裡等祖師來救他們了。 好了, 不知過了幾個時辰了, 突然好像聽見外面有人說, 喂, 哈, 奇了, 我這件法寶還沒試過不靈的咯。 為什麼這次不見了有血水流出來的呢? 又有個人問, 師父呀, 聽說那個閉佬的葫蘆呀, 藏了幾千人的, 難道他們走進去? 啊, 是都不頂咯。 好吧, 等我用三味真火來燒死他們。 鐵拐你一聽, 他掩著他嘴猛這麼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個芜佬是神仙種出來的, 不怕火燒, 又不怕刀斬的, 哈哈哈哈。 transm衛就說, 師叔啊, 即使也燒不死我們, 也會燙 keyword我們, 熱愛額到底是特色的聲明, 过了没多久 葫芦里面真的热起来了 文子真人说 张果 你现在舒服的了 我看怕再热一下 我们会变成小猪了 通位就说 哈哈 不用怕 我想通天教主的三味真火 也不过是这样 不信 听听他现在怎么说 于是大家就用耳朵 贴着葫芦边静静地听 听见通天教主说 唉 这帮责人 都有点功夫 我的三味真火 都烧不死他们 有个妖人说 你们快点听 他们还在里面笑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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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死我啦 为什么烧不死他们 好了各位 我前面 交代过通天教主 是带走一个白氏妖精来的 那么这个白氏妖精 原来是一条蛇精修炼成的 因为这个蛇精全身都雪白 所以他就自己起个名叫做白娘子 那么这阵时白娘子在外面开口讲了 启品教主 这个葫芦是老君众出来的 又经过他的守殿果 当然不怕烧了 计我说 你不如拿回山上 用符咒将他们震在山峰底下 使他们千年万载都出不了泥 那不就跟死一样 我们再一把火烧了田螺洞斧 免得在那浪费时辰了 你说好吗 里面那帮神仙一听到白娘子这么说 都急起上来了 甸甸就说了 哎呀 那个死人女妖精这么阴毒 万一教主真的这么做 我们还有出头之人 铁拐你喝着他吗 天天 不准你说 你懂什么 我已经算到祖师在两个时辰之内会来救我们了 好 那再说通天教主 他真的听了白娘子的说话 吩咐守下去烧田螺洞斧 又吩咐敲空居士和牛魔王去海面巡邻 防止有神仙来救人 还吩咐敲空居士和牛魔王去海面巡邻 防止龙王带兵来追他们 然后 再叫灵虚子 通元子 捧起个狐狼 就准备离开旁公上山 怎么知道通天教主的调兵显像 被狐狼里面的人听到了 文齿文美 飘渺火龙四个真人 立刻洗一个重身法 将狐狼窄都拆了 灵虚子和通元子 什么都洗了出来了 狐狼就是动都不动 通天教主 看见这样的情形 知道他们洗的重身法 于是他拔出一把宝剑 向着狐狼一指 解了狐狼的重力 然后就叫狐山海捧起狐狼 狐山海捧起狐狼 滚了几下 搞到里面那些人打了几个关斗 文齿真人发火 他立刻叫铁拐利将狐狼变大 铁拐利将念念有词 大大大大大大大 连气讲了七八个大字 只见狐狸即时大得好像一间屋一样 铁拐又是说 高高高高高高 他高了几声 狐狸当堂高得好像座山一样 这一魂就热闹了 狐狸大下大下高下高下 突然滴滴滴滴 连旁弓都砸爆坏 当堂摘死了几百个小妖 通天教主看见不是路 他立刻念起符咒 要一间旁弓跟着狐狸变大 他对那帮妖独说 你们定了 我不信我的本事 斗不过那个悲鸟先 是 狐狸又是慢慢变世了 你们看 你们看 是不是 他怎么比我童得 这个时候 突然在旁弓外面 滚咒响了个雷 通天教主不禁面都青了 是老君的掌心雷 难道他真的来跟我斗过 接着又是 滚滚两声 哎呀呀呀呀 这次糟了 孝空和牛魔这两个徒弟 法力有限 确实被他们用雷劈死了 白娘子去田裸府那里 怎么情形 通天教主立刻默认神师 推算一下他们现在怎么样 哎呀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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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好 白娘子逃出了水面 有个打鱼人将他捉住 但是 没多久之后 会有人卖走他放生 哎 可怜孝空和牛魔王 两个就没命了 轰轰轰 又是响了几声嘴 震到整个旁弓 遥遥噩噩 那只老旁正是怕到跪在地上猛 哎呀 教主救命 哎呀 教主救命 哎呀 这个时候通天教主又怒又急 他见到老旁这么狼狈 他更加发火了 畜类无知 你惊什么 要你死的时候 你又要死 你不应该死的时候 连挨都没用的 说完 他啪一声 一脚踢开了老旁 拔了把剑出来 走了出去 这么巧 遇到老旁祖师 骑着青牛 手执忽尘 前后有四个童子 伴着 没带什么兵将 他一见到通天教主 就说了 哈哈哈哈 道兄 身为一教之主 为什么这么不明是你 郭仙 是以疑类而成正果 现在他奉了师命 请了道德法师 做几日道场 超渡他以前受害的孤吻 那没什么不好 那个老狗 以前是他的儿子 他既然将生母逼害 已经五亿之治 时隔千年 还要来报仇 哼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你身为教主 做了他们的祖师 对这样的事 你不单止不难阻 还来帮他 哼 教主 你这样做 太过了吧 我现在来到这一树 念你是同属 又可怜你万年的功行 而主教的身份 所以我不忍心杀你 你看看我 我是一个人来的 不带一兵一将 哼 老军 你不要在这儿 你那些徒弟 平日 欺负我们 好厉害 我要趁这个机会 和你们比一下高低 现在你那些徒弟 已经被我看住了 没多久就要化成血 哼 哼 怎么 你既然带兵将来 那我也唯有一个人跟你斗过 如果谁要人帮忙 就不算一教之主 哈哈哈哈 好吧 你说我那帮徒弟 都进了你的网里面 好 你轻转头看看 站在你后面的是什么人 通天教主一听 他轻转身一望 果然 刚才被他望住了那帮神仙 一个个欢欢喜喜地 站在那边在观战 唉 通天教主都不知道 老军是用什么法力 将这帮人救出来 通天教主害怕 他大河一声 老军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现在要用剑光来取你的投降 说完 他噗一声 突然千万度金光 向着老军祖师飞过去 这千万度金光 立刻变成了千百把利剑 围实了老军 只见老军祖师 淡定自由地笑了几笑 将个忽尘一副 那些剑光 全部都散开了 通天教主见到不是老 他立刻收回那些剑光 在这个时候 老军大开了一声 通天教主 好 你试试我这个刀光 怎么样 他还没说完 万度金光 万度金光突然飞出 如果落不下来 文字真人大声 文字真人大声说 通天教主 看不出你这么暗中伤人 你这些这样的行为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祖师来比 你省大双眼 看看贫道的法宝 通天教主 他在空中盘旋了一阵 听见文字真人这么说 都很想看看他用什么法宝 他省大眼一看 只见文字真人 在三袖笼那里射出了两支神箭 向着教主双眼射过去 通天教主 他想不到 哎呀一声 被一支箭射中一只眼 当堂血流满面 痛到他点下点下 好处他身边带了有仙丹 立刻又飞去南边 拿那些药出来 敷着又止了筒 不过那只眼 都已经被文字真人射盲了 他不敢再翻转头了 唯有掩住那只眼 就飞回山上 好了 通天教主走了之后 那只庞精 因为平时受那些师兄 吓吓罢罢的 现在又被教主骂了一餐 他就很生气了 哎呀他不理那么多了 将旁壳里面收藏的那些妖魔 全部绑住了 献给老君祖师 好处那只老狗啊 他精啊 他一早就走掉了 谁知道在半老狗遇到教主 他跪在教主面前说 哎呀教主啊 这次我们真是败得惨了 通天教主 长谈一声 知道自己打不过了 唯有带着老狗 回到凌峰山上 好了各位 那以后的事又怎样呢 明天继续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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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